小王说 父亲经朋友介绍 几天前在杭州萧山的星驰汽车 花39万买了一辆奔驰威亭 当时提车因为我爸也比较着急 因为我老婆我们两个准备结婚 然后我爸妈想趁着他生日给他买一个家庭用的车 他们家店也看过 也都是今年的新车都是不超过6个月的 唯独这个车回家第二天发现是22款车 但是我爸是完全不知情的 他就是跟我爸说是新车包牌包税 车辆名牌上显示 制造年月是2022年9月 小王介绍 这辆车改装了座椅等部分 当时签订的是二手机动车买卖合同 里面写着 车辆初次登机日期是2023年3月2号 行驶公里数是35千米 他爸爸不太懂车 提车时也没有仔细检查 新车的价格买的是库存车 而且他没有跟我爸说是22年9月份生产的 就是相当于用欺骗的手段 然后用那个让我爸定了 我的诉求就是给我那个换车或者是退钱 这个严格讲的是我们叫准新车 就是要过户的车 车子都确认过的 然后的手续全都是合规的 我认为我们还是比较专业的 没有任何的跟客户有什么隐瞒或者什么的 这里面没有任何问题的 有没有告诉他车子的生产日期 生产日期没有告诉 那客户也没问 但是作为我们这个行业 生产日期22年22年 其实算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是改装车 它改装也是需要时间的 于经理表示这款车要先上牌再改装 小王的父亲看车和提车时 并没有对生产日期提过要求 小王说展厅里的展车 生产日期都比较新 之前他的妹妹特意联系了销售 询问这款车型 此前小王的家人和车行协商 于经理表示 愿意给车子加装一个电动尾门 小王表示会考虑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191930中文字幕 20141900 19321900